中东启示录二流浪的民族 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后来改名为以色列 所以他的后人也被称作以色列人 雅各虽然骗取了家族的寄生权 但一生颠簸流离 晚年他所居住的巴勒斯坦地区出现了大饥荒 雅各决定带领他的族人迁移到埃及 于是开启了以色列人的第一次流浪 由于雅各的幼子约瑟在埃及做宰相 雅各和他的族人虽然寄人篱下 依然可以自由放牧耕种 四百多年过去了 急增的以色列人口 让新的埃及王开始担心自己的统治 于是法老开始打压奴役以色列人 有压迫就会有反抗 以色列人的传奇人物墨西闪亮登场 他带领以色列人逃出埃及 开启了以色列人的第二次流浪 墨西是雅各的第三个儿子 立位的后人 也被认为是犹太教的创始人 经历重重困难 墨西带领以色列人逃出了埃及 当以色列人返回迦南 也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地区 发现五百多年前的老家 已经成为了迦南人的居住地 以色列人简单粗暴地对迦南人进行了种族清洗 重新占领迦南 一千五百多年后 以色列人再次离开巴勒斯坦 二十世纪开始 以色列人又一批批返回巴勒斯坦 面对在这里居住长达一千多年的阿拉伯居民 以色列人再次完成了驱逐和种族清洗 其实曾经居住在巴勒斯坦的迦南人和阿拉伯人都挺冤的 他们不曾入侵过以色列 只不过在以色列人离开后 才开始在这个被以色列人声称为故土的土地上生存 当历史的坐标再次回到三千多年前的巴勒斯坦 逃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在这里不断扩大势力 公元前1028年 雅阁小儿子汴亚敏的后裔扫罗 建立了以色列历史上的第一个王国 以色列国经历了大魏王和所罗门王的辉煌时代后 分裂成以色列王国和犹大王国 而犹大王国的首都就是耶路撒冷 公元前723年 北方的以色列王国被亚述人侵占 王国的以色列人背井离乡 逐渐融入了其他兵族 公元前586年 南方的犹大王国被巴比伦人征服 征服着把犹大国居民放逐到巴比伦 这些被放逐的以色列人就是现代犹太人的祖先 他们被囚禁在巴比伦 饱受奴役达半个世纪 解救他们的却是波斯人 波斯帝国征服巴比伦后 国王居卢士释放了所有囚禁的犹太人 历史其实蛮讽刺的 现代的伊朗人分分钟都想灭掉如今的以色列 而2500多年前 正是他们的祖先解救了以色列人的祖先 被解救的犹太人重返耶路撒冷 然而犹太民族的苦难还远没有结束 他们又先后被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远征军入侵 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残酷统治 犹太人所升息的巴勒斯坦地区 也沦为了罗马帝国的犹太省 为了摆脱罗马统治 犹太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起义 也就是历史上的犹太战争 然而犹太战争没有改变犹太人再次漂泊的宿命 却让基督教走向了重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